理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歡迎收看時間密碼 今天是禮拜五 台北股市下跌49點 49點也不多啦 我一直跟大家講 不要在意指數 你如果不是操作台子騎的 重點都是在個股心上 指數跌有什麼關係 股票再漲就好了 對不對 漲高的不要去追 找底部騎漲股 一樣開心賺大錢 你看今天6669微影 是不是要繼續漲 繼續去 去財庫 所以重點還是在個股身上 微影天天跟大家談 你有買嗎 我不知道 有的話恭喜你喔 你有的話也希望你的股票能夠一樣賺大錢 昨天歐美股市大跌 讓大家比較擔心一些 昨天跌的原因 歐洲央行利率會議開完之後 竟然發布的是基本利率不變 讓市場有點失落 因為沒有進一步的寬鬆 原本歐洲央行一直信誓旦旦說 會有寬鬆的動作 會有刺激景氣的動作 沒想到利率會議開完之後 竟然是維持基本利率不變 其實歐洲本來就沒有降息的空間 懂意思沒 為什麼歐洲沒有降息的空間 歐洲又不像美國說有2.5%的利率 又不像大陸說有4%的利率 像印度有5%的利率 歐洲已經是負利率 我們至少都還有1%對不對 歐洲已經是負利率了 既然都負利率了 他怎麼降呢 他頂多只是繼續印鈔票而已 繼續印鈔票買股票而已 他能夠怎麼辦呢 所以歐洲不會降息 這是必然的結果 因為歐元區已經是負利率了 沒有降息的空間了 所以導致於失望性的賣壓 殺了出來 歐洲一跌 跌多之後 連整個美國也被拖下水 道瓊跌128點 128點沒多 128點只有0.4%而已 今天台北股市0.45% 其實差不多啦 差不多 所以昨天道瓊其實跌的也不多 比較多的是費城半導體 跌了1.72% 禮拜三才剛創歷史新高而已 昨天就回檔 這個對台北股市的影響是比較直接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禮拜四晚上 美國股市主要在跌什麼股票 台積電ADR跌了2% 蘋果才跌0.7而已不多 Intel跌1.4% 其實跌的都不多 AMD 1.2% NVIDIA跌了2.9% 美光跌0.4% 其實半導體股跌幅都在1%到2%之內 漲大超多 特斯拉跌了13.6% 財報不好 虧損擴大 另外福特汽車昨天也大跌了7.8% 兩家汽車大廠財報都不好 股價都大跌 所以汽車零件股 你愛稅利 你愛注意 自昨天美國股市 跌幅比較多的內容 給大家參考 台北股市今天跌49點 早盤最多跌了62點 可是緊接著跌幅沒有再擴大 你不要看49點 你仔細看 今天主要在跌什麼東西 台積電就占了34點 大力光占了將近快5點 統一2點 富邦金1點 光是這4家公司加起來 就佔45點去 台灣大又佔了1點 日月投信 日月投控 原本日月光 現在日月投控 又佔了2點 佔高起來47點 加權指數49點 所以很多中小型股 其實都很強 今天漲5%以上的有33家 漲3%以上有高達67家 所以你不要看指數跌 你把它拆開去看內容 你會覺得 我家就跟那幾斤的盤而已 吉他就沒什麼 對不對 所以旋鼓才是重點 今天大力光一開盤 開這麼多 大力光一開盤就跌了80元 已經註定這個盤是起不來的 收盤跌了110元2.5% 所以我教你們方法 都是最好用的方法 我30年的實戰經驗 你關心大盤的話 大盤當先的強弱 你就看股王就對了 股王就會直接告訴你答案 這個行情已經漲了快900點了 應該是要大豐收才對 你看那麼多的股票都大漲 林合彥在電腦展前 就跟大家預告了 5月利益背後進行 我有講了 電腦展會改變大盤的方向 當時跌了800點 美中貿易談判破局的關係 很多人只聚焦在美中貿易的談判 都忽略掉電腦展 我當時跟大家講 迎接台北國際電腦展 趕快買 你看說完之後是不是一路站了 我在6月20講 8星過海各顯神通 不要在意指數 鎖定個股座就對 你看說著說著 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我當時跟大家講的 大反攻30%假輕鬆 當時講的大反攻30%假輕鬆 當時很多人不相信 現在漲30%的股票多了 多到已經不勝美局了 有夠多的 6坦30%沒有 有是正常的 如果有的話是正常的 如果沒有的話 加油啦 加油啦 你看當時我一開始跟大家聚焦的 華為 我從6月初就開始跟大家聚焦 華為 三星 蘋果 5G 是不是這段期間 這一個多月來 全部都是在起吃股票 全部都是在起這種股票 我一開始就講了 我一開始就講了 6月營收發布完之後 我又把範圍再縮小 操縱 穩茂 齊邦 傑利 尼克森 微軟 微影 我連續三星期都說一幾支股票 這幾檔是全部都標翻天給你看 對不對 操縱 穩茂 都大器 齊邦有比較慢 可是走得也很穩健 潔利 尼克森 潔利 財報發布出來 半年報又創新高 微軟 微影 更不用講 微軟 底部 是不是噴出去了 是不是噴出去了 所以你用林合宴方法做就對 市場的大贏家一定只有一個方法 買底部就會賺大錢 你去堆 方向就很大 我每天一直跟大家傳遞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看微軟 當時在底部 他就會大漲 現在漲高了 你再去買 現在漲高了 你再去買 你就賺不到了 對不對 起館後你去堆 你會賺不錢 你會賺不錢 其實這兩家公司裡面 我比較看好的是微影 我比較看好的是微影 我微影在 墨西哥事件的時候 墨西哥事件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叫你們趕快賣了 我從六月初講到現在 已經講要兩國的了 天天講 天經講 天天講 微影你有賣嗎 你如果有賣你就很開心 你就很高興 已經蓋了一百塊 如果韓權算下去的話 一百一十元 一百一十元 你看我們六月五號 開始買微影 三百一七塊 因為三百買不到 那三百塊 閃一個而已 買不到 本來我是打算接三百元的 可是三百元真的買不到 買不到稍微高一點沒關係 三一七 緊接著六月十八號 三二六又買 三百那閃一個接不到 我買三一七 買三二六 儲權錢漲到三六八 跟他參加儲權 配十六塊錢 成本降到三零一 三二六買的降到三一零 緊接著這個禮拜 你看這禮拜 拜三大氣 拜四也大氣 怕你大半路他繼續去 你知道最近外資連續兩天 開始大買微影了 這兩天外資開始大買微影了 為什麼要買微影 因為微影被納入中小型的成分股 而外資持股 法人持股 一點點而已 大底才剛完成 你不要看他已經漲了一百塊錢了 整個底部才剛完成而已 北比才十倍而已 這就是底部的起漲股 你買這種底部起漲股 你就會賺大錢 尤其我們從底部開始買的 天天講 天天講 三百九七塊 被納入中小型成分股 法人持股才八%而已 這兩天才開始賣而已 後面還繼續賣 未來不管是在AI或者5G 只要稍微有規模的公司 大型資料中心一定要建立的 所以這是長期看好的股票 這是長期看好的股票 北比才十倍而已 怕未來有的都金Q 你跟我一樣 買底部機油股就會賺大錢 不需要去追高 你看我們從給量開始Q 是不是要賺大錢了 要40%耶 快40%耶 今天大盤碟GS也開始來動囉 今天起三塊 你看今天GS成交量 大盤碟它成交量反而增加了一倍 量增加一倍 整理快結束囉 我們九十六塊沒的 韓權四塊只有九十二塊 也二十四% 要噴出囉 下禮拜只要113 站穩就開始衝了 就站穩就開始衝了 是不是又是買底部的 我每一支股票都是在底部買的 我不會帶貨人去追高了 我沒有那個習慣 我一定是買底部的 下禮拜平概股的GS注意喔 齊邦昨天除權配三塊半 昨天漲0.9 今天齊邦跌一毛錢 未來未來 這個財報今年相當好 齊邦我當時講耶 跌到第四十六天開始講了 COF大缺貨 你看五六五七買的 五六五七是不是又是買底部 講完之後雖然漲得慢 可是很穩 一路慢慢去慢慢去 是不是又是買底部的 是不是又買底部的 我每檔個股都是找 最好的公司 從底部下去買 現在又出權了 這支要注意喔 外資喊到九十元 外資花到九十塊 九十會不會來 我個人認為來的機會很大 我個人認為來的機會很大 因為今年的業績相當好 加上開始進入出貨旺季 接下來七八九十 營收會一路衝上去 營收會一路衝上去 目前齊邦出完席之後 捏線變成它的底部 捏線變成它的底部 有來立金区 法人目標九十元 我認為來的機會很大 如果從六十幾來到九十 這也有快 後面還要50% 齊邦特別注意 MOSFIT也是今年 缺貨的一個大熱門 我特別看好尼克森 尼克森是不是又是底部買的 從六十跌到三十 我買的股票都是底部的 你有發現嗎 大家都是從底部開始買的 我沒有要對外 我跟大家講過 我不買爛公司 我不買投機股 我不買漲高的 一定挑最好的公司 從底部開始出發 尼克森MOSFIT缺貨 我是三十跟三十點五買的 是不是又是買在底部 是不是又是底部開始買 買了之後開始上去 現在已經佔上捏線了 尼克森我不要講 每天講我不想再講 後面會噴出去 這機要在賺大錢 你要注意 第二季的營收獲利都會創歷史新高 還有沒有底部的 有啦 很多人想說已經漲了快八百點了 但還有那個底部的 你用心找一定有 佳澤就是嘛 今天大盤跌佳澤也是漲 所以你找底部基歐股指數 漲跌其實不重要的 只要你跟我一樣 找底部基歐股 不要去買家庭的 不要去買夾桌的 底部股一檔一檔都會讓你賺大錢 你看佳澤我講的時候 是不是底部 完全沒去 三個月大底 我們在7月12號 224 221買進 當天買進我就跟大家講了 買完之後 隔天禮拜一馬上大漲 這禮拜再創新高 241塊 佳澤我跟大家分析過 佳澤每年6月到9月是營收進入高峰期 所以每年6月到9月一定是一個大波段的多頭 當年最大的多頭 今年要開始了 6月7月是不是底部剛完成才剛要開始而已 那這是不是去當底部的基歐股 所以你像我一樣 從底部下去買你就會賺大錢 沒有必要去迷信用漲停板 很多人都跟你談漲停板的股票 聯合院股票最不會漲停 我的股票很煩在漲停 可是你給他時間 從底部出發 三十八 三十八都有 你看中行這是最明顯的 我當時講的時候 市場都沒人再說 我在講中行的時候都沒人再說 我買進之後 參加儲權又填權 最近開始飆了 填完全之後 最近開始飆了 大家開始在說 散裝貨輪了 連飆三天 這樣有三十八嗎 有沒有三十八 我在買的時候沒人再買 很多人都三七三八開始追 當你開始追的時候 我在禮拜二四十塊錢賣一半了 四十塊錢賣一半之後 禮拜三就跌了 昨天禮拜四繼續跌 今天禮拜五還是繼續跌 雖然連跌三天 外資還是天天在加碼 外資還是天天在加碼 所以你說買底部有什麼好處 當然有好處 我三十二塊沒的時候 沒人在賣 沒人在說 飆到三十八塊錢之後 大家都在談 大家都在追 現在一回打 馬上買三八買三九你就套住了 我買三十二的 氣定神賢 因為我四十塊沒 三十塊 三十塊六塊 三十八塊六塊 可以買嗎 可以買嗎 這兩天 BCI指數在修正 競雄的 漲了四十六倍了 去那裡追啊 所以我經歷一個競雄的嘛 外資繼續在加碼 競值五十二塊來買 各位 有沒有帶進帶出 任何檔個股 我帶你進 一定會帶你出 我的股票都是公開印證的 沒有在事後馬後炮 你們看我節目你們知道 跟上聯合宴 底部的奇長股 帶你一檔一檔 三十%三十%的獲利 廣告中府電話 進入廣告 休息後馬上回來 把黃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接口支付LiPay 開錢包 全的折抵無上限 YuPone HappyGo 八十點限折二十元 往內亞洲萬里通 每趟回饋十里數 立即開啟55688APP 點數折抵最滑散 華信 林老師 二十五年操盤經驗 清晨掌握國際股市 深入台股產業研究 操作重視基本面 競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超盤法的 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奇長 與高檔轉折賣出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腳步 就能奈向財富成長之路 立即來電 02239 239 239 888 02239 239 888 華信投顧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心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 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 239 239 888 02239 239 888 華信 林老師 明天臺灣 來好想放下 年輕人跟著亂花坑門 這次畫了好強的颱風 渡兄 冰天 颱風來除水備涼 我已備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過去海邊觀潮幾乎堅信水 那像取緣各經秘羅張 一通去吃了 確保高舉排觀暢通 避免淤塞淹水 還要趕緊收拾花盆 固定門窗招牌 李兄 你防台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是啊 這下畫的颱風再大 咱們也不怕啦 環球出業準備好 遠離在那邊免煩惱 歡迎來到現場 好 我們來談環球經 天天講 我的節目天天都會談環球經 因為我們是真正在交易 其他人操作環球經 都在問導遊 馬來西亞賺得跑 馬來西亞賺得跑 或者賠錢趕快啃掉 我環球經天天講 連講八個月 做了四波 這次第五趟 今天環球經跌了五塊錢 更要講 跌是給你減便宜貨的好機會 跌是給你減便宜貨的好機會 你看今年第一趟 第二趟 第三趟 第四趟 他很乖都有固定的時間在走 依照這個時間操作 準確率百分之百 四趟加起來150% 150% 除完全之後 開始做第五趟 320買 325加碼 327又加碼 禮拜二 三三五 禮拜三 三四一 昨天 三四七 320買的到三四七 是不是又二十七塊了 第五趟 第五趟 今天壓回來 很多人操作股票都沒信心 你沒信心怎麼會賺大錢 你要賺大錢 你要給時間 好公司底部股給他時間 你才會賺大錢 我這兩天一直給大家看 德國四創已經大起50% 勝高已經起31% 昨天信越發布財務預估 今年獲利會再創新高 連續三年創新高 昨天信越大漲7.2% 信越這一波上來也24%了 今天他也不過才跌0.4%而已 勝高也不過才跌0.7%而已 我們結果落5塊 我們竟然是跌了5塊錢 真的是小家子氣 環球境在漲多少 還起14%而已 人們都起50%了 我們還14%而已 我給大家看一個 今天環球境跌5塊錢 給大家看 德國四創 現在開盤又大漲3.5%了 人起50%了 現在還要上去 我們還要上去14%而已 大家小鼻子小眼睛 環球境我只能這樣講 你要操作你來找我 你要操作環球境 全市場只有聯合燕一個人 全程鎖定來回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做下去 你找別人都跟我們導遊而已 我們環球境是 所有會員家族的成員 全部都有的 我們光是上半年 四趟環球經賺了150% 現在開始操作第五趟 你要做環球經你幫我做 今天市場上最熱門的話題是什麼 知不知道 今天市場上最熱門的話題就是 華新立華集團 華新科今天大漲5塊半 漢與伯德今天大漲9% 華新大漲6.5% 金城科大漲3% 如果嚴格要說的話 華邦店也算 華邦店今天也大漲4% 4.8% 都是華新立華集團 這個集團是國內最喜歡 不要說人家插股票 最在意股價的集團 今天全面性的飆漲 這代表什麼意思 林和彥在兩天前已經提醒你了 今天盤中所有節目都在談 華新立華集團 都在談華新科 我在拜三 我在禮拜三我就提醒你了 要注意喔 要頂檔喔 要注意喔 你看我這禮拜三 3月24號 三個月24號 開盤9點12分 華新科發布8月8月 除息16.3元 今天開高有168元 趕快買進 我9點12分 就開始叫華完美了 168元 你看當天所有訊號 齊邦附盛應用 170元也是買在最低點 對不對 維穎 佳澤 台藥 台藥最高也很強啊 對不對 台藥最近也是很強啊 有沒有 也是在標啊 我買的都是最好的公司 尼克森 GIS 是不是都是我剛才講的股票 華新科 我拜三 168就開始買了 我在節目裡面 就特別提醒你們的 華新科要注意啊 要頂檔啊 要頂檔啊 所以說你要做被動元件 不管是華新科或國具 你跟我做絕對沒有錯 今天集團股 華新立華集團開始飆 原因在於 事情從這裡開始啦 八個的吹八 要開始配16.33元 這是大補完 這是大補完 華新科剛開始頂檔 漢以伯德 今天大漲8% 因為他持有華新科的持股 36227張 哇一張配1萬6 這賴貢獻好大喔 漢以伯德 今年對19元起了38元 也起不夠了 金層科也持有15112張 所以一張16000配下來 這也是不錯的喔 對獲利貢獻也很多 凈值又有27.1 現在高級到16元而已 可是股價也漲了60%了 也漲了60%了 其實持有華新科最多的 一支 華新持有華新科 88902張 最大股東 持股18.3% 股價竟然在低檔 有沒有發現到 這已經大了一波 這大了一波 反而華新持股最多 股價在底部 看我清楚 27塊多的 現在才14塊而已 我最喜歡這種股票 禁止又高達24塊錢 你跟我一樣 買底部就會賺大錢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做 一檔一檔 30% 50%再賺 因為我們都從底部開始買 認同你用這種方法的 認同我這種方式的 我們到底要探集 廣眾府電話 最後祝您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 飛機之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貧自負 好無知風險 你跟誰說什麼在 去年跟你去他解析卡 我叫莫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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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了嗎 保利達 滿牛 精力充沛 保利達 滿牛 華信 林老師 25年操盤經驗 精準掌握國際股市 深入台股產業研究 操作重視基本面 精選高成長公司 配合獨創操盤法的量價時間 角度趨勢轉折與循環 掌握底部起漲 與高檔轉折賣出的 穩健獲利模式 跟著老師的腳步 就能邁上財富成長的路 立即來電 02 239 239 888 02 239 239 888 華信 投顧 華信 投顧 我們用最多的